在香港的大街小巷,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文字招牌,其中多数的真题字招牌都出自艺人之手,那就是香港真题字文字师欧阳昌。 欧阳昌在北角黄都戏院商场有一个小档口,帮客人制作招牌及灯箱,色彩缤纷的招牌里,他身着一身白衣,加一卷香烟,一做就做了三十年。 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的一首好字,最擅长的就是从唐朝延续下来的真题字。 每每有人问起,他都一脸骄傲地说,真题字,我欧阳昌是第一人。 真题字是出自在唐朝那么久的了,是欧阳昌他们,那时候就想学真题字了,就是憑妈妈那句话,做些很重要的事,先证用真题字的,是旺亲国籍才有得学的,他不流出民间的。 欧阳昌陪伴了黄都戏院商场的兴盛与衰落。 20世纪70年代,黄都戏院是男女老少休闲娱乐之地,顶层的戏院可容纳1200人。 戏院楼下的三层商场亦有过百家商铺,热闹非凡。 欧阳昌的店铺正好处在商场望戏院的必经之道,每日人来人往,生意兴旺。 最高峰的时候,欧阳昌的店铺有20个工人,1995年的一场大火,把黄都戏院的盛世繁华燃烧殆尽。 只有欧阳昌的招牌店依然坚守。 大约是过千个的了,以前不是我一个人做的,是很多人开工的,有20多人开工的之前,自从火烧之后就少了。 1995年,火烧不是我起火,是对面那里,是烧四天四夜,烧我製成品,三十万,还有很多的胶片,应该是几十万五货来的。 转地方是要钱的嘛,如果我没了这里,找不回个地方,这些字可能会再次失存的啦。 经历1995年的大火后,欧阳昌面临的困难依然接踵而来。 政府于2010年开始限制与清拆霓虹灯招牌,使香港的招牌市场需求下降。 同时,新的电脑打印技术也降低了招牌制作成本, 手工制作招牌逐步被替代,但在欧阳昌心里,手写的真体字,有打印字不可取代的美。 它有一句是重顿出笔,即是每下笔都一个大顿好感,结构紧密。 它的意思是将笔封,将个字连看去,这样,一字,是不是? 你看,你看它的笔底,落笔,就知道的啦,听不懂? 总之,不会是摔头摔老,不会是烂头烂尾,不会是四分五捏,你看,各个字都连在的。 除了写出一首真体字,欧阳昌还独创发光彩技术,将透光彩物料融入招牌制作中,形成独特的发光彩真体字招牌。 如今,欧阳昌已64岁,他所引以为傲的真体字和发光彩技术,却鲜少有青年人关注。 欧阳昌称,他一直努力寻找传承人,无论希望是否渺茫,每当他看到自己制作的灯箱再次亮起,就觉得这么美的字和文化,不应该这样消失。 我已经六十几岁了,开始手振了,写不得翻了,希望快点将那些字传开去多些人学,因为我再没有地方教,这些字就是这样就失传了。 我可以在外面找一间店,可以教人写字,可以做一些我发明的发光彩,可以教人做一些发光彩,这样也好。